多謝天賦 今次主題講到 聖靈充滿幫助靈命和侍奉 聖靈充滿真的有很大幫助 有多少人覺得你經歷過聖靈 聖靈充滿是一個高度的關係 但你經歷過聖靈 你祈禱真的覺得很舒服 有平安的 有幾個有這種情況 這是一步步進步 聖靈充滿是有程度的 我留意到當初訊主的時候 我家裡聖靈充看聖靈祈禱 我覺得很舒服、很平安、很明顯 有種平靜的感覺下來 但我後來經歷聖靈199報道家 由阿根廷來叫安卡羅 他就為人們按手祈禱 按手的時候他一按我的頭 立即好像電流進來 即時是很大的愛 很大的愛 是感動到哭 是很感動的哭 不是憂傷的哭 是很感動的 那我就說 哇 原來 跟神的關係可以這麼密切 可以這麼經歷神的愛 那我就很苦 然後我就想了 另一個意念 第一個意念 可以跟神建立這麼深的關係 我就回家就有很多祈禱 第二個意念就是 這個報道家能夠有這樣的能力 去為人祈禱 我也很想能夠有這個能力 在我身上 那我就想著要一段長的時間 祈禱才會有聖靈的能力 在我身上 但是那幾天聚會 我就帶教友去 他們都經歷聖靈 然後結束之後 有一個教友跟我說 二牧師 麻煩你幫我趕邪靈 我說 我沒有試過做過 我 即是當時沒有試過做過 但是有一個教友 他就去過聚會 他就有被人趕邪靈 他就告訴他怎麼做 於是我就跟他做 做的時候 他就說 覺得有些能力 有些東西在他手指腳指走出去 因為他家裡很多偶像 然後 我就為那些人 每個人祝福祈禱 在祝福祈禱的時候 那些人 有人說 覺得有能力進入 那我就很驚訝 原來 這麼快趣 可以有聖靈的能力 在我身上 而後來我們有一個宿營 我們的教會有一個宿營 在宿營的時候 可以每一個人約兩個人 人家可以約我 我也可以約別人 結果我見四個人 見四個人 我為他們祈禱 他們就 有個哭了一個多小時 我都莫名其妙 之前一直都在教會 都沒有見過他這樣哭 他又說 當你跟我按手 我感覺到很感動 耶穌的愛感動 我把那些重疊 都釋放出來 我之後經歷很多 真的不同的經歷 讓我看到 一方面就是我跟神 可以這麼密切關係 隨時得力 一祈禱 立即有平安有喜樂 多煩也好 一祈禱 那些喜樂就湧流 為人祈禱 很多人立即覺得輕鬆 立即覺得舒服 也帶人信耶穌容易很多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都不開心 很多人都有煩惱 為人祈禱 他覺得立即鬆 我說耶穌這麼真實幫你 你想不想以後被耶穌封 想就帶他信耶穌 這個方法真是很有效 一會兒我都可以幫大家 第一就是我們一起經歷 第二就是可以練習 和人按手祈禱 看看有沒有能力 大家知道原來 不是那麼遙遠的 有些人覺得很遙遠 為什麼不是很遙遠 因為神很想祝福我們 聖經說什麼呢 當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 耶穌已經為我們死 神的愛就只向我們顯明 當我們還未懂得愛他 他已經愛過你 這個叫什麼呢 單戀 你想想 如果你在未結婚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 那你就見到一個異性 總是經常見到你 就笑得很開心 總是走過來和你聊天 聊天真是雞多不斷 很喜歡和你一起 表達很喜歡你 但當時你還未曾喜歡 不過他也很喜歡你 但後來你的心動了 你的心動 但你知道這個人 其實一直單戀你 這個人單戀你 你和他開始一個好的關係 難不難 不難因為他已經在喜歡你 已經看到他在喜歡你 所以你一回應他 他馬上已經很開心 神就是這樣 神已經單戀我們億萬年了 那你覺得我有什麼何德何能 有什麼原因神會喜歡我 因為神就是愛 他個個都愛 個個都愛 個個都愛 個個都體重 只要你一回應他 他歡喜到歡喜若狂 興奮到不得了 他要因我們喜樂而歡呼 這個西方書3章17節 他因你歡恩喜樂 麥而愛你此因你喜樂而歡呼 所以聖靈聰會不要想著 很難很難 只要你真心體重神 歡喜神 日日親近神 你一定會被聖靈充滿 並且你會帶著能力 我們每一個人 生命都有一個盡頭 有一天我們都要面對神 我們每個人建造 在根基上就是基督 有些人建造金銀寶石 有些人是草木和街 你想建造什麼 你想建造草木和街 好嗎 你想建造草木和街 全部都燒光 因為你想建造金銀寶石 是永存的 並且你能幫到人 有些人說我幫不到人 我沒有什麼能力 但是你為人祈禱 這件事是很特別的 我介紹一位姐妹 簡單說一說 大家舉一舉 你站起來 站起來 站起來 他知道你坐下可以 這位姐妹 我介紹他的原因 是告訴你 你不用要很厲害 才可以給神勇 他在小義的程度 小學年級 他以前婚姻破裂 丈夫帶了一個兒子 又憂鬱症 又有癌症 又想跳樓 真的 什麼都最差 他那時候相信耶穌 但是在那個教會 那個改變不是很大 因為他們沒有聖年充滿的運作 但是他有一次神感動 看Youtube 看到我葉牧師 你看Youtube Youtube 葉牧師 找到我的影片 他看到他就來找我們 其實他沒有找我之前 他看影片 他說已經釋放 他的煩惱已經釋放 所以你上網去四天看看 接著他參加我們聚會 他就開始整個人改變 變得很熱心 他帶人信耶穌 帶人回教會 他又去宣教 他又為人祈禱也有能力 即是說 不是一定要很有智力 很有學識 只要你把心給耶穌 神就用你了 難不難 不難 神是任何人都想用 並且神所定的日子 我上未讀的日子 已經寫在他的策上 即是已經寫在神的策上 所以我們要明白 聖年充滿是甚麼 聖年充滿不是很怪異的事 是一個很與神很親密的關係 亦都會追求聖結 因為神是聖結 我們就追求一個 與祂密切的關係 以及能夠隨時經歷神的幫助 隨時一祈禱 立即有平安喜樂 興省 即是如果你是聖年充滿 你一祈禱 立即平安興省便來了 我來說是即時來的 待會我都會和大家嘗試操練一下 和你一祈禱 你留意一下即時的感受 這是第一自己經歷 亦都可以幫人經歷 還有很有動力去傳呼 幫人 建立人的靈命 因為其實我信耶穌不一定愛主 譬如教會有時很多人都信耶穌 不過未必很愛主 未必肯傳呼聲 這樣的人 就算一千個 可能不及一兩個聖年充滿 很熱心愛主的人 因為他沒有什麼果效 他經常都不愛主 經常都煩惱 經常都想自己的事 所以靈命更新是非常重要的 還有有能力 聖年的能力祝福人 為人祈禱 立即得釋放 我經常都去宣教 如果你有興趣去宣教 可以跟我去 你可以聯絡我 在YouTube看到我的影片 看到我的電話 你可以聯絡我 他們去那裡為人祈禱 哇 那些人都大哭 哇 得安慰 立即身體得醫治 整個人都鬆了 哇 他們看到原來都可以帶著能力 所以這便會提升他的靈命 還有更強的恩賜運作 我們也有些人 在祈禱一套我看到耶穌 我跟他祈禱 他每次祈禱都看到耶穌 有不同的經歷 這是神的恩典 也有兩個人跟他祈禱 後來他祈禱會上天堂 在網上都有 有上天堂的 你寫天堂義牧師 你便會看到有兩個人 是我幫過他上天堂 還有很多神跡歧視 跟著我們 這是神賜給我們的 首先是神賜 我們避四年充滿 不像是理想 是神賜 在《文數記》11章25節 那時有甚麼發生呢 就是 神說 摩西你這麼多事情做 我要將你的靈分次 給七十個長老 他們一起擔當 因為他每天都這樣 審斷人民之中的爭論 每天都坐在那裡聽 從早聽到晚 回到不得了 神就說 你一個人做了 真是不對 我便將你的靈分次 即是在他身上的聖靈充滿 分次給七十個長老 當時有六十八個來了 有兩個人沒有來 甚麼原因 聖經沒有說 但當時聖靈停在他們身上 他們就在營裡說語言 神就感動他們 他們就在營裡說語言 當時有約書 他說這兩個人沒有來 還在自己說語言 摩西說你為甚麼緣故去疾導他 你為甚麼疾導他 他說這句很重要 一起讀 為願耶華的百姓都受感說話 願耶華把靈降在他們身上 神的心是為願 每個都有聖靈在他身上 每個都受感說話 是神的心意 不是人的心意 人就以為這件事 只是有些人 其實神是想每個都是這樣 每個都跟神有關係 還有耶穌說 在《阿適蘭傳》一章八節 聖靈降臨你身上 你就得了能力 在耶路撒冷一路到地極 作我的見證 而神是說明 我要將神的靈 我要將聖靈囂灌在你們身上 在《四郎傳》二章十七節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 我要將我的靈囂灌 煩有血氣 你們是否有血氣 有血肉嗎 你們有肉 有血肉 神就想他的靈囂灌你 這裏講到有些神跡性的事情 有些子女要說而言 少年人見義仗 老年人做而夢 很多人就覺得不可思議 每一個人不同的 我為人祈禱 很多人見耶穌 很多人見義仗 很多人見義仗 又有上天堂 但我又沒有見義仗 但我有經歷 很多時候神就給我一些教導 怎樣教導人 很簡單 很容易應用 人是懂得應用的 很容易明白的 有時候我講 神就給了一些新的意念 這些都是神給我們一些啟示 神可以啟示 有些人說 你是不是有第六十七卷聖經 不是 其實啟示是將聖經裏面的真理 更加解開 神的話語解開就有能力了 將神的話語解開 以及帶領人 在我以前曾經參加聚會 那時候很久之前 很多人在 有一個先知 在這麼多人中指著我出來 叫我出來 她就向我發語言 她說你將來會去列國宣教 那時候來說是不可能的 我第一個太太已經釋勞歸主 她不會肯跟我去世為宣教 她也要靠我在教會工作 可以支持她 所以她不會喜歡我長期去宣教 但是神為我預備 後來她釋勞歸主 我現在自由釋勞歸主 這也是神為我們預備 總之神是 那個人說的預言 一早已經說了出來 不只是他 有其他人都說 對我發預言 不過我又告訴你 有假先知 有些人憑自己說 所以不要是先知都相信 其實神都會向我們啟示 我們多親近神 我們不用一定要找先知 不過如果真的有人有準確的 預言對你發出 那你就審查 你又不必一定要傳訊 你審查 看看是否真的 她說 我要將我的靈囂灰 我的僕人和事類 他們就要說預言 而 下面聖經 《以弗所書》五章十八節 就說到 不要醉酒 是要被聖靈充滿 這是神的心意 神是想我們個個都被聖靈充滿 並且帶著神職其事去拯救靈魂 神的心意 是傳福音的時候 有聖靈充滿 不過有很多教會 因為初期教會 他們全部都有神職 視徒人傳 是有神職的 不過後來 基督教就變了國化 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 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 有甚麼後果呢 就是那些人 就是那些牧師、監督、主教 全部都是政府指派 那些人是有高薪的 所以很多人進入 就未必是很愛神 是一個職位 就變了慢慢儀式化 後來就變成天主教的模式 但是神後來就興起馬丁路德 去改教 教會變成少了神職歧視 但是在1900年的時候 就有些人尋求神的時候 討告就開始聖靈充滿 就帶來五秦宗的復興 和帶來很多的復興 就是原來神的心意 在末後的日子 要將聖靈敲灌 在馬歐福音十六章十五節 耶穌對他們說 往普天亞全福音 他馬民庭信而受使必然得救 然後信的人必然有神職除弱他們 你信不信你可以有神職 有幾個信 有幾個你為人祈禱之後有神職 通常少些手 為甚麼 因為信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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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 或者甚至變差怎麼辦 很害怕 其實我們可以放心去做 我第一次為人祈禱 有人得意志 有幾個信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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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 這個情況有甚麼發生 就是有一個教會請我去廣道 我去廣道的時候 我之前問那個傳導人 我可不可以為你們的教育按手祈禱 我有這個經歷 他說好 不過你們願意入訪就入訪祈禱 入訪祈禱 那時我還未懂得聖靈的運作那麼多 我就叫他坐在那裡 現在我就會叫他站在那裡 跟他逐個按手 按完手大家都定定正正的坐在那裡 我問他們你有沒有甚麼經歷 很驚訝 有一個差不多是阿婆 跳起來 腰肩痛就好了 在那邊扭扭扭 另一個又跳起來 肩膀痛就好了 然後第三個 他就說覺得有邪靈攪擾 是我未曾試過 其實之前 我經歷之後幾天就有趕邪靈 然後這次也是趕邪靈 之後就很多了 時時都有發生 這裏說信的人必有神職除了他們 聖靈是否說牧師就有神職除了他們 不是 是信的人 那你是不是信 是的 所以你也應該有 會不會神職令到你更有信心 譬如你真的有一個人有邪靈彰顯 那你跟他祈禱 你一定要處理生命 建立同神關係 有什麼罪 有什麼憎人 不饒恕人 所有都求主卸臉 然後求主幫助你對付罪 因為罪是破壞生命的 然後你放心 走過去跟他祈禱 那些邪靈走出來 那你會不會覺得 原來神賜給我這麼大的能力 會不會很開心 其實你有機會 你真的面對這種情況 你不要找牧師來 為什麼呢 你自己做了 牧師來就沒有找他做 他做 就不會加憎你的信心 但你自己做了 咦 有功效 那你就有信心 哇 我都可以給神使用 這樣你就會 還有人有病 你自己跟他祈禱 不要第一 找牧師去祈禱 你自己祈禱 有什麼神職 奉我命趕鬼 雪身芳然 那下面那兩句 我覺得是迫白時的 手能拿蛇 若喝了什麼毒物 有必不受害 可能受迫白時 人家丟到你的蛇洞 那你就在祈禱 神保護我 蛇不會咬我 或者他會迫你喝一些毒物 但奉耶穌命 求神保守醫治 不會有害的 還有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 那根據這個經文 有什麼人可以按手 是牧師傳道 還是什麼人 信的人 所以你們可以 不過你要明白一件事 你必定生命潔淨 有些人說 我總有些罪 有罪你就悔改 和揭力的對付 因為罪是有破壞性的 不要以為罪是好玩 譬如有些人以為不是罪 有些罪 有些人會常常犯 不覺得是罪 煩惱 人家會煩惱 激氣 不開心 失望 他覺得這些是必然的 但聖經說 煩不是出於信心就是罪 煩惱有沒有信心 就沒有信心 激氣又是 有人被人氣 聖經說 詩篇118篇 18篇第6節 有爺說 幫助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弱 人不能害我 所以我不用害怕 我不用受人影響 就算你老公 你家人 你周圍的人罵你 很多人都會罵我 我真的沒有希望 很淒涼 但你的生命很寶貴 就算有人罵你 有爺有幫助我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弱 我不用給他影響 因為別人的問題 要不要拿屎上身 你終於拿屎上身 那個人跌到屎坑 我要貼下你才行 會不會貼下他的屎 當然不會 快點去洗乾淨 人有問題 有些人經常喜歡罵人 傷害人 我們祝福他 說柔和的說話 他說甚麼話 好吧 我盡量去做 多謝你提醒 他很激氣 罵你又不上心 然後先喝杯茶 平靜一下 或者幫你按摩一下 讓你舒服一點 鬆一點 做一些好的事在身上 反而他慢慢都覺得 不如柔和一點好一點 這樣的時候 你處理生命 處理罪 又經常親近神 你就有能力為人按手祈禱 待會我都會給大家試試操練一下 你會發現 你中間有很多人 其實有聖靈的能力 然後 這裡說到神跡的作用是甚麼 用神跡除了證實所傳的圖 神跡不是目的 神跡是一個方法 來證實神的話語 是一個途徑 傳福音的一個途徑 傳福音可以有很多方法 關閡是一個方法 可以幫助人是一個方法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用神跡歧視 去幫人去信靠神 而聖經講到聖靈的恩賜禮 首先我想講講 有些人認為這個世界已經沒有神跡 初期教會有 這三個經文 第一 《四郎傳》二章十七節的經文 接著 經文下面 我這裡沒有打出來 講到在主大而明顯的日子 未到以前 那時日頭要變黑 月亮要變紅 在那時 凡求過我主明的便得救 在那時就講到 即是說一路由初期教會 直到世的末日 都會有神跡歧視 有先知性的異象異夢 另外就是在 《馬克福音十六章》這裡 就是講到 全福音到萬民 都會有神跡歧視 所以聖經是沒有說會停止的 由這個經文 臨前十二章八節 也都講到各樣的恩賜 而講到有些是超自然的 智慧的言語 即是說能夠講智慧的說話 知識言語有兩個意思 一個就是 譬如你很懂得聖經 也很懂得各方面認識人的東西 你很有知識 能夠講一些知識的說話 有時有些人有知識的言語是怎樣 他跟你祈禱 他會知道你有些問題 他知道你的問題 可以為你祈禱 求神安慰你 幫助你 大家可能都會有經歷過這個情況 有些人知道你的情況 這個知識的言語 這個信心不是說信耶穌的信心 而是有信心神會做大事 有信心神會行神跡歧視 或者改變情況 以及醫病的恩賜 留意保羅在這段經文之後 都沒有講到將來這些恩賜會停止 你快點用 初期教會有的 後來沒有的 保羅沒有這樣說 保羅就這樣說了這些恩賜出來 並沒有說到會停止 醫病的恩賜是行義能 行義能 什麼意思呢 有些神跡不是醫病的 譬如五餅二餘 真的有人在非洲宣教 那個叫Heidi Baker 他帶很多非洲人信耶穌 又建立很多孤兒院 又建立很多教會 訓練很多人做牧師 他試過沒有食物 不夠食物 他們站在肚子又分開 夠這麼多人吃 夠很多人吃 這就是他經歷到五餅二餘 或者將來受迫迫的時候 能夠走在水面上逃走 或者甚至可以移山 你有信心 神感動你 你奉耶穌明 神啊你保護我 又好像比德 被人抓去坐牢 可以走出監獄 這些都是神可以行的事 有些人說不可能 但真的會發生的這些事 還有有先知 還有辯別諸靈 有些人會 看到人會感受到他身上有邪靈 還有是哪一類的邪靈 說謊言和翻謊言 都是聖經所說的 說謊言其實是造就自己 是能夠講說神奧秘的事 但你不要勉強 不要勉強自己嘗試說 而是你讚美神聖年充滿的時候 他自己流露出來 這個就是神給你的謊言 通常一開始就是 舌頭自己會震動 你在聖年充滿的時候 舌頭震動的時候 你就可能開始講謊言 怎樣被聖年充滿 這裏說出 怎樣長期 不只是一次過 不只是一個聚會 第一就是對付罪 因為知道罪是很有破壞性 悔改 有些人經常悔改 哎呀我很多罪 射臉我 射臉我 只是射臉 但我們一定要學憎恨罪 學習憎恨煩惱 有些人經常都煩 一天都不開心 我想問大家 你平日的日子有幾多是開心的呢 有幾多是煩惱的呢 如果你發覺很多時候都煩惱 這不是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是我們喜樂 所以煩惱都是聚 經常都煩惱 我們每個都有困難的 不過問題就是有困難 那你就要靠耶穌去處理 譬如說家人不聽話 如果有些不好 就求主給我智慧去做 譬如作為牧師 如果煩惱的話 你們一群人都不聽話 我真是不喜歡你們 或者很笨 你們不愛主 你們不爭不義 神要把你從口中套出來 如果傳道人這樣 他都不是做到很多好的事情 但是他說 你做不做是你的問題 但我會幫你 但我不用背上身 教友有問題 我不用背上身 家人有問題 我不用背上身 我不用背著他的擔子 不用因為他而煩惱 那我可以處理這些 被人影響、煩惱、猛争、激氣、奴躁 而且喜歡神經 神經是很好 因為是一本寶書 裏面有很多應許 你觸實這些應許 愛他的人神 愛他的人如明眼睛未曾 看見耳朵未曾 聽見人心未曾想到的事情 就是你愛神神 就給你很多應許 那你觸實這些應許 先求他的國和 他的義者的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就深信我聽神的話 神一定要祝福我的 耶穌說我所做的事 你們都要做併者 要做彼者更大的事 你就觸實這句 我親近神 我可以做更大的事 我的生命可以發揮更大 你們知不知道我多少歲 你猜不猜猜我多少歲 我七十二歲 我又沒有老花 真的很奇怪 那些人四十五十歲 已經老花到不得了 但不用老花 沒有老花 又沒有近事 又沒有軟事 不用戴眼鏡 多謝天父 愛神 神又為你預備 你想也想不到 那我愛神 是否不用戴眼鏡 每個人不同 每個人不同 總之 就是 觸實聖經的影響 我聽說 神一定祝福 祝福 祝福不一定代表 大富大貴 祝福是給你有恩賜能力 喜樂 能夠祝福人 能夠生命是豐盛的 這就是神的祝福 但是 可以包括供應 但有些人就經常以為 那我愛神就很多很多錢 不是一定的 有時有些傳道都是貧窮的 但是神會供應他需要 信心 信心是甚麼 有句說話 你跟我講 神應許我放心 神做事我放心 信心就是這樣 神說了你會做 你一定會做 那我就觸實這句說話 你不要要脅神 神我愛你 你何時給我 你不是要脅 但我相信我愛神 神一定會照顧我 神不會丟下你不理你 你不用迫神 神會有祂的時間 我每天都有困難的時候 我都有一段困難的時候 但那時更加幫我 更加依靠神 更加親近神 拔著耶穌 處理生命 不給人影響 這都是神教我的 那經常深信 神做事我放心 神應許我放心 時事都輕輕鬆 放心就是信心 對神放心 神一定會照顧 那又要討告 這是很重要的 用長時間 整個心靈誠實敬拜 心靈包括甚麼 我們的魂與靈 魂包括甚麼 思想意志感情 一起跟我講 思想意志感情 和我們的靈 思想意思是甚麼 整個思想認同神是最好的 聖經是最對的 我跟聖經是最好的 思想意志 我決意跟從神 我決意侍奉神到甚麼時候 有些人說你退休沒有 我不會退休的 我侍奉神到最後一分鐘 如果你來探望我 我都會有辦法 如果我講得出聲 耶穌祝福你 你祈禱 如果我還可以 總之我 有個決意意志 決意跟從神 還有感情 魂包括思想意志感情 一起再講 思想意志感情 你和你家人有沒有感情 你家裏如果有隻狗貓 你有沒有感情 有 我們和很多人都有感情 但是神對我們好 還是人對我們好 神 你和神有沒有感情 有些人就說 神很遠 我都看不到他 怎麼有感情 你看看你吃的東西 挺好吃 你看看你的身體多奇妙 你可以聽歌 又可以唱歌 又可以欣賞花草樹木 又有聖靈感動 又有永生 又有天堂 又有聖靈感動 又帶領我們 是不是很好 我們就喜歡神 我很喜歡神 聖經說 以耶華為樂 神就將我們心裡所求的慈禮 即是想到 以神的事為樂 以耶華為樂 神就叫你成家地的高處 很多人就怎樣 他以什麼為樂 生兒子為樂 旅行為樂 食物為樂 但沒有想到神 什麼都沒有想到神 其實什麼都可以想到神 食物 神做這麼好的事情 能夠有子女 能夠愛神 我感謝神 是神的祝福我 所以能夠有愛神的子女 凡事都以神為樂 以及渴慕 有些人渴慕什麼 賺多些錢 其實到我們這個情況下 我們都知道賺多少錢 其實你用得多少 很多錢買一隻大遊艇 什麼大遊艇 其實你可以坐遊船 遊船也可以 不一定要自己的船 你買一隻車 你隨時可以乘車兩元就可以 那些車都一樣有人 載你去 現在的車這麼方便 你不一定要買車 就是說很多東西 那些人追求 其實你很簡單可以得到 不用一定追求那些 反而我渴慕被四年充滿 渴慕侍奉神 將生命獻上 以及處理生命 整天都煩惱的人 在罪中 是不會被聖年充滿的 因為整天都煩惱 而且按手祈禱 和聖年充滿的聚會 是有幫助的 聖經也說 我們一樣有罪 要處理罪 不是說聖年充滿 我只是追求聖年充滿 罪有破壞性 第一個經文說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更加厲害 所以我們一定要對付罪 犯罪一定有破壞性 因為時間關係 我現在跳得更快 合神心意 神就祝福你 神就提升你生命 為何合神心意 經常在耶穌裏面 就當結果 經常跟神有密切關係 經常都說 信靠神的美善 祂一定祝福我 所以我可以開心 一杯涼水給一個小子 祂都喜歡 所以祂很歡喜我們遵從祂 有人說 自傑脫離悲淨的事 就必作貴重的器皿 成為聖結合乎主用 是追求聖結的 第四 處理傷害 又饒恕人 祝福人 放下自我 不要追求欲望 錢 一定期望子孫子如何賺錢 有人跟我說 你為我的女兒祈禱 我說祈禱什麼 祈禱她找到丈夫 我說你女兒信你耶穌嗎 還沒有 我說為何你不叫我為你祈禱信主 只是緊張是她結婚 是否這件事最重要 有些人就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其實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而且真是毀身 而任何做的事 耶穌這句說話 一杯糧水給一個小子 不能不得上次 就告訴我們 任何最小的事逢 你幫一個人 神都喜歡 有些人說 我給了一杯糧水便做完 當然不是 你給了一杯糧水便幫他更多 你幫他的靈命 神便會歡喜 你探訪他 你建立他的靈命 神便會歡喜 以耶額為樂 神便將你心裡所求的給你 經常都以神為樂 這樣你就容易被四年充滿 以耶額為樂 神便叫你成駕地的高雪 這裏就是我講的 就是魂與靈 思想意志感情 有些人會 祈禱會跌倒或者搖動 聖經的經文 就講到約翰和蘇羅 都見到耶穌的時候 這裏中文和合本就寫 但原文其實是跌倒的 沒有說到向前跌 或者向後跌 總之他就是跌倒 如何幫助我們的靈命呢 第一就是隨時祈禱有力量 還有神會帶領你 你會更加看重神的事 即更加各方面會被提升 隨時經歷神的同在 第二 經常有喜樂平安 你讚美神經常起樂平安 這裏有幾個人 你讚美神會開心些 有幾個有 那你讚美神就不用不開心 那你們有沒有不開心 都有 那又讚美神 那你說不是 兒子不好 那怎麼辦 兒子不好 你會帶領和給你智慧 那這便會 事奉更加好 靈命更加好 為人祈禱帶人信耶穌 而愈毀身就愈有能力 事奉可以提升千百倍 在我聖靈充滿之前和之後 是完全不同的牧師 是完全不同的 生命高度提升 甚至有些會進入超自然領域 有些會見到耶穌 事奉按手 他們就得醫治 就聖靈充滿 亦都可以帶來心靈的醫治 原來聖靈充滿可以帶來侍奉 摩西惟約書 按手 他就被智慧的靈充滿 即是按手可以被聖靈充滿 還有 神值我按手給你的恩賜 再如火挑旺起來 這個提摩帝後書一章六節 就是按手可以帶來恩賜 帶來聖靈充滿 這個經歷四年報告法 簡單你不用看著我 看著我便可以 有人跟他聊天 回應他有甚麼不開心 煩惱 就不要教他 就是說 我知道你不開心 知道他有重膽 然後聽完他 譬如他 子女不好 他又不開心 你便可以跟他分享 我都試過不開心 但是祈禱真的 人都鬆了 有個人又很不開心 有煩惱 有鬱症 耶穌真的祝福他 他身體都鬆了 那你想不想嘗試 我和你祈禱好不好 他願意的時候 你便說 你放鬆個人 你便想著耶穌在愛你 然後你先投入祈禱 先投入祈禱 你感受到聖靈的臨在才按手比較好些 即是你感受到聖靈的同在 你感受到好平安 興省 這個是要操練的 然後你按手 他的經歷會強些 然後你祈禱 祈禱就不要說很多事情 不要神幫他 他兒子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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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漏水 幫他 不要腳痛 不要腰骨痛 這些可以說 不過你多說 耶穌很愛我們 耶穌在一起 耶穌在祝福我們 多謝天父 天父很疼愛我們 耶穌會關心我們 耶穌祝福我們 或者唱詩歌 主耶穌愛我 和他一起唱詩歌 然後祈禱討 請你迎合眼睛 請問你祈禱時有沒有 任何的經歷或感受 為何用經歷 有些人說 你祈禱用感覺 聖經有很多經歷 撒拉格拉森那個鬼父的人 趕了邪靈 他想跟耶穌 耶穌說不要 你到處去告訴別人 他就傳福音 經歷神可以改變很多人 聖經有很多人 他一信主 然後有一個多家保羅祈禱 祈禱他復活 然後這句說話 傳遍那個地方 很多人信耶穌 拉撒路也是 很多人因他信耶穌 原來經歷是可以改變那個人 那個生來核子 然後在路上榮耀神 還有在聖殿那裏 強腿那個 彼得為祈禱之後 他就在那裡跳舞 一直讚美神 這些就是經歷 是可以叫人生命改變 叫人信耶穌 你問他有沒有什麼經歷 或者感受 因為經歷其中是有感受 感受都是經歷 平安、興省 但我通常不用感受 因為有些人會說 你靠感覺傳呼音 所以我用一個經歷 他不明白 我就說 你心裏面有覺得平安、興省、舒服 身體舒服 很多人都有這種感受 平安、興省、舒服、輕飄飄 人開心了 各方面的經歷 甚至有些感動會哭 你便可以帶他去信耶穌 如果他是基督徒 便可以帶他去愛主 他是基督徒 你看我和你祈禱 這麼平安、興省 你都可以有聖靈的能力 是聖經所說的 聖經所說的 都是神 一直想我們有聖靈的能力 聖靈充滿 所以你都可以 當你這樣跟他說 你都可以 你又為他做 又帶他去做 他發覺 我發覺那些人經歷過聖靈 便發覺原來他可以很有能力 他們侍奉的心更加強 因為很多人在教會 他們不能夠參與侍奉 因為他們不懂得教書 很多人教主學學 懂得分享 懂得行政 於是很多人的侍奉是甚麼呢 搬台搬椅 帶食物回來 只是這些工作 但屬靈的做不到 但你有聖靈充滿 你為人祈禱 他會經歷到聖靈 你又告訴他 耶穌很簡單 耶穌很疼你 祈禱耶穌祝福你 這樣他就更容易 更容易被神提升 給神使用 你想不想被神使用 音樂 有錢 在發生 你之前 有錢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